说写主角是男士肯定很多人都看过 但是其中有一个演员叫做江涛的 你知道吗 他在电影界虽然没有会的很火 但是呢 他最近啊 在网络直播上干出了一番视野 日前 山东小火江涛一夜爆红 成为网红圈中的现象及网红 成为很多网友议论的对象 关于江涛为何会火 外界争议很大 有人认为其装风卖傻 没有内涵和水平 也有网友力挺江涛认为 其实艺术真实 不做作 大致若愈 看不懂 那是你不懂艺人 这些年来 山东出现的草根明星不少 像我们熟悉的农民歌手大一哥 和草帽杰等 再加上最新一夜爆红的江涛 总体来讲 都是走接地气路线 只是 对于江涛的评价外界 褒贬不一 从江涛的作品中 能够看到一些想要表达的东西 也会拉着老娘一起出镜 最主要的是机感于自嘲 三十五岁 还没有娶媳妇 一直都会被反复提起 但是 直播也确实辛苦 大冬天在院子里直播 一般人还真办不到 关于江涛这个网红 亦或者是明星 其经历在直播中 也多次提到过 其参加过多档综艺节目 也跟着大鹏一起拍摄 表思难事 后来 大鹏煎饼侠票房破十亿 大鹏一月成为十亿票房导演 两人也就越走越远 对于当初大鹏这部作品 没有找自己来演个角色 江涛一直耿耿约怀 江涛认为 这是自己离成功最近的一次 后来 江涛效仿大鹏 拍摄了一部院线电影 求求你 爱上我 据江涛说 该电影投资一千万 最终票房仅有二十万 可以用惨败来形容 不过 对于这部作品 后来经常在电影频道播出 也获得了不少网友的点赞 这一路走来 江涛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 如今 从明星 变成了一位网红 在直播界 混得风生水起 也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 但是 江涛能火多灸 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 我们还是希望成名之后 江涛能够有正确的规划 不要像其他网红一样 谈话一些 还是希望